您是这里的老板吗 我就是打一天的工 家里的妈妈需要点钱 需要两百块钱 我是叫你看你一天 做什么都可以 洗碗 洗碗什么都可以 经历了多番拒绝 阿德终于得到了一份 在餐厅做服务员的工作 人生第一次 你好 这是烂肉粉丝 有种那种小小的成就感 我就觉得我还是有点用的 我叫你干啥 慢点包 你肉 算你把肉 要吗 他们的经典 算你白肉 行 那个肉也要去剥个 算你白肉 算 当时是紧张嘛 哎呀 吃了没文化的亏 阿德被迫从点菜小哥 将其为懒客门童 招揽提播客人 就是我的家 阿德终于有了棋身之间